大家好,我是城邦國際名表總編輯劉碧祥 今天名表聊什麼 我們邀請到了城邦國際名表的副總編輯 Max 大家好,我是Max 來跟我們一起聊聊有關2022年 你必須要知道的鐘表設計趨勢之三 就是綠色面盤的運動表 如果你喜歡我們接下來分享的內容 歡迎在下方留言 同時訂閱我們的城邦國際名表頻道 然後幫我們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Bagaz 你知道在前面兩段影片 我們已經介紹過有關2022年鐘表設計趨勢的前兩個部分 這次我們要介紹第三部分 也就是跟我們8月號的這個雜誌也是同步的介紹 就是有關綠色面盤的腕表 然後其實鐘表設計就跟世界其他的消費品或奢侈品一樣 它也有它的流行或者設計趨勢 那這一次我們要介紹的就是綠色面盤的腕表 那不過有關綠色面盤的流行趨勢 Max 你知道為什麼會有產生這樣的趨勢嗎 其實我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是喔為什麼 是因為看過太多表還是什麼有什麼其他的原因嗎 可能不是一個流行的人吧 大家對於綠色面盤過去好像沒有常常看見 但是為什麼在現在變成一個趨勢 其實它是有一個發展的一個進程的 譬如說在綠色面盤在過去沒有很常被使用在腕表上面 因為過去的面盤大部分就是不是黑就是白 可能再加上比如說藍色或是咖啡色這樣子 但是在2005年的時候呢 勞力士第一次推出了綠色面盤黃金版本的GNT Master II 不過那個時候綠色運用在GNT Master II 大家都覺得可能也是勞力士 大家都知道綠色比較像是勞力士的專屬配色 所以大家可能沒有想要跟進的意思 然後後來到了2010年的時候 勞力士再接再厲推出了綠色面白 也就是我們現在稱之為綠水鬼的submariner 可是這兩款雖然都是綠色萬表 但是卻沒有引起市場的跟風 可能就是因為我們剛剛所說的就是 他可能大家都認為綠色是勞力士的專屬配色 然後可是一直到了2011年的時候呢 佩納海第一次推出搭配綠色面盤的青銅錶 在2011年的時候佩納海那個時候 還是算是非常當紅的一個品牌 然後尤其是青銅錶 簡直大家追逐到一個不行 所以呢他搭配綠色面盤 所以大家都發現 哇原來綠色面盤是一個很不錯的配色 就算不是勞力士所使用 其他品牌用起來也是感覺蠻帥的 從2011年之後就會發現就是 很多品牌開始陸續的少量的使用綠色面盤 所以一個是個案 兩個是巧合 三個就是科學研究的時候開始了 所以一直到了2021年的時候呢 綠色面盤像是猛爆性的一個流行 全部所有的品牌都開始使用所謂的綠色面盤 就成為我們它從2021年到2022年的一個主流 那所以呢我們這次要介紹的就是兩款綠色面盤的運動表 那其實使用綠色面盤的萬表很多 我們這次特別選出了兩款運動表 主要也是配合現在市場上所追逐的一個趨勢 那所以呢我們這次要先介紹的兩款呢 一款呢就是Omega的Sea Master Diver 300 第二款呢就是百年齡的Super Ocean 首先呢第一款我們先來聊的就是 Omega Sea Master Diver 300 那對於Sea Master Diver 300 Maxim 你首先從它的外型你的看法是什麼 基本上其實這一款它的外型跟2018年以來改版是一樣的 外型是沒有不一樣的 那差別就是在顏色的表圈還有面盤的 這個墨綠色澤非常的漂亮 其實它一發表之後很快就很受歡迎啦 表友的討論度也蠻高的 那有些表友可能都已經入手了 會這麼快就引起注意當然就是我們剛剛提到了 從去年開始就是一個綠表風潮 那另外一個就是其實海馬潛水300呢 它從1993年開始到現在 這個系列裡面它只有出了兩款綠面的碗表 所以特別稀少 那大家的興趣會特別高 它的第一款其實是1996年的時候 推出了一款限量3000尺的限量表 那接下來就是現在這一款 那這一款是第一次沒有限量的綠面 海馬潛水300 除了它是使用單向旋轉的綠色陶瓷表圈 然後另外它一樣就是說它的面盤也是使用陶瓷的綠色面盤 然後在面盤上面也有刻上所謂的氧化膏的 ZRO2的英文字 同時間它當然面盤上也有用雷射刻上它最專屬的波浪文 雖然說只是改了一個顏色啦 但是整個視覺大家還是覺得蠻新鮮的 因為很少看到嘛 那另外我覺得這一款其實有一個還蠻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這個綠其實還蠻特別的 就是在明亮一點 光線比較強的時候 其實它會是一個鮮明的深綠色 那光線如果是比較暗的話 在比較暗的環境裡面 它其實會是趨近黑色的墨綠色的 那在明暗的環境的變化中間 其實在這中間它還有很豐富的綠色色的變化 單向旋轉陶瓷表圈好像跟一般我們所熟知的表 好像有點不太一樣 這一款的陶瓷表圈 它的刻度白色的部分 它用的是髮廊 它本身是陶瓷的表圈 然後上面再填入髮廊 所以這是比較特別的 墨綠跟白色髮廊它的對比反差還蠻大 就是看起來會比較明亮一點 而且這兩個材質其實都不太會受到時間的影響 或是一些化學物質的影響 也都能夠歷久如新 似乎在它的佩戴上也有它設計的巧思 現在的海馬潛水300系列 它的鏈帶帶扣的部分也是都有微調的裝置 就是你直接徒手就可以滑動去調節它鏈帶的長短 另外它在內部搭載清新應該還是一樣吧 是8800同手其中自動提新 像我們把旗下的現在的手錶 它都有通過所謂的大師天文台認證 那也就是它包含了兩個主要認證 一個就是單純機心的天文台認證 另外就是還有METAS裡面它還有八項測試 針對它的防磁性 主要是防磁性然後精準度然後還有防水 這一些全方位的測試 那比較驚人的就是說 就是它的抗磁能力是到了15000高斯 可以說是在日常生活裡面 完全不用擔心受磁的情況 那第二款我們要來分享的就是百年齡的Super Ocean 然後這一次呢 Super Ocean其實是在2022年百年齡最新的改款 不過它的外型設計上似乎跟過去的款式幾乎完全長得不一樣 那Max你來告訴我們就是說它的外型設計 到底經過了什麼樣的變化 今年的百年齡Super Ocean算是大改版 它是跟上一代或者說甚至以前的Super Ocean都很不一樣 甚至跟一般的潛水錶風格也有很大的差異 有的錶友可能會覺得說好像這次的改版很跳透 但是事實上這個都是從百年齡的歷史錶款裡面轉化過來的 因為現在的這位總裁其實他從2018年上來之後 他就是還蠻強調說從百年齡自身的歷史錶款裡面去找到一些經典的元素 然後再把它現代化然後再融到現在的錶款系列裡面 那這樣子可以增加整個旗下錶款系列的豐富的程度和這些不同系列的差異化 那Super Ocean今年這個新款是根據過去的哪一個型號去做設計的? 它是參考了1964年發表的一款Super Ocean即時碼表 型號是2005 新的Super Ocean它的很特殊的帶有方形夜光的紛爭 然後還有這一圈白色的大面積的分中刻度環 其實都是從1960年和1970年代的Super Ocean即時碼表轉換過來的 因為一般大家熟悉的即時碼表其實是都是靠旋轉表圈來做簡單的即時碼 那當時的百年齡的話它有一個跟別人不一樣的想法 那就是覺得說那你既然是要計時我就給你一個完整的即時碼表 但是他也想到說那面盤上面太多紙針也是一種干擾 那一般的潛水其實大概就是一個小時上下 所以他覺得即時時針是不需要的 即時秒針也不需要 因為你不用精細到那麼多 這一款手錶呢它只保留了即時的分針 而且為了要讓你把這個即時分針看得清楚呢 它把它做得還蠻大根的 就是從圖片上大家應該看得出來 那還有我們現在看到它帶了一個菱形的大晴夜光的這個部分 這也變成現在就是今年改版的一個重要主視角 我們應該完全沒想到2022年的Super Ocean 居然是從一個即時馬表的設計變化過來 不過他們因為今年好像在Super Ocean上面也出了不少顏色 但是我們特別就選出綠色的面盤 Super Ocean算是今年的主打系列 一口氣呢它推出了36、42、44、46四龍尺寸 然後有青銅有不鏽鋼 然後還有不鏽鋼加黑金的拆集的 然後有各色的面盤 所以選擇性其實是蠻多的 所以它整體就是Super Ocean這一款44的款式呢 它在外型上其實大家會發現它的單向旋轉的陶瓷錶圈 感覺比一般的潛水錶 它的視覺上比其他的運動錶來的薄了一些 主要它的視覺幾乎都被它的白色錶圈所佔據 再加上中央的綠色面盤 這樣的設計看起來在視覺上是很有層次感的 不過他們這次採用的機芯 跟他們以往的機芯有點不太一樣 它這次用的是B17這種機芯 那它是從ETA 2824來過來 雖然說它不是自製機芯 但是事實上這款機芯就是百年齡它也用蠻久的 B172824其實這幾十年來口碑都很好 因為它很精準然後也很耐用 性能是不錯的 百年齡這一款它用的還是天文台等級的 那同時呢它在配戴上好像也有貼心的結構上的設計 不管是鏈帶或者是橡膠錶帶 它的帶扣上面其實都有一個微調裝置 而且是不需要任何工具 你就是徒手就可以很方便調節的 可以做15公里的快調 以上呢就是我們這次分享的內容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內容 歡迎在下方留言 同時訂閱我們的城邦國際明表頻道 然後幫我們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謝謝各位 謝謝